眼前的男孩正在奔跑着找到自己的妹妹 在从妹妹手里接过衣服之后 妮诺立刻开始换着衣服 可这时的妹妹却看见了哥哥身上的伤痕 没等妹妹继续发问 妮诺便让她不要多问 而在嘱咐了妹妹一定要把自己脱下来的衣服藏好之后 她赶紧离开了这里 并且妮诺告诉妹妹 说吧她遍头也不回地跑向远处的荒漠 与此同时 这片地区的公投正在督促着手底下农民们认真干活 作为这片地区的小头领 她可以决定一个家庭的生死 为了在这里得到一份工作 妮诺的父亲很早便把儿子送给了公投 即便公投从来没把他们当作人一样看待 而就在这时 庄园里的仆人突然告诉公投 被自己锁在房间里的妮诺不见了 并且妮诺还带走了公投的金表和这个月的工资 听着这臭小子竟然敢逃跑 公投立刻让手下开始在四周搜寻 等到他们找到了妮诺妹妹藏起来的旧衣服 她开始悬赏寻找逃跑的男孩 而这时妮诺的父亲则颤抖着向公投道歉 她害怕自己会因为儿子的逃跑丢掉工作 但公投这时候根本没有心情搭理她 在经过了一天的寻找都没有找到妮诺之后 公投审问了男孩的妹妹 因为有人看到了是妹妹把妮诺的旧衣服藏起来的 公投凭借着恐吓 她从妹妹嘴里得知了妮诺是要逃到城里 在得知了男孩的下落之后 公投告诉他们一家立刻离开村子 这份工作他们已经没有自得当了 而此时的妮诺在经过了一天的步行之后 她终于看到了前方的车站 由于这里地广人稀 车站每五天才来一趟的大巴车是进城的唯一途径 可就当妮诺马上就要进到车站的时候 她突然感觉身后传来了轰鸣的声音 想着大概率是来找自己的公投 妮诺立刻躲在道路的下方蜷缩起来 等到她看着公投进到车站 妮诺知道自己是无法坐车离开 她只能眼睁睁看着进城的大巴慢慢开走 为了不被抓住 妮诺只能开始向着城市的方向不行 但就在她喝水的时候 妮诺突然看到了一位放羊的大叔 想着所有人都不能相信 她只能趴在山坡上等待着大叔路 可妮诺却因为狡猾差点滚下山坡 虽然人没事 但是她却失去了水 并且裤兜里的指南针也摔坏了 眼下失去了水源 妮诺只能跟上那位大叔 而当她看着大叔在喂驴喝水的时候 妮诺忍不住了 等到晚上 看着大叔好像正在睡觉 大胆的他便偷偷走进营地 开始把大叔包里的食物装进自己的包里 可就在妮诺准备离开的时候 躲在营地后的大叔这时突然出现 他先是质问着眼前的男孩为什么要偷东西 紧接着大叔用拐杖勾倒了想要逃跑的男孩 而妮诺见状 他立刻掏出从宫头那里偷来的匕首 妮诺威胁着大叔不要靠近 并且他趁机逃进了黑夜里 等到太阳再次苏醒 妮诺已经筋疲力尽 他失去了一切 相比较丢失了背包里的精表 妮诺他现在最需要的是水源 不过好在他的运气不错 妮诺发现了前方的一座水井 可是就在他来到水井旁的时候 由于恶劣的天气 这座水井已经枯竭了 就在这一刻 妮诺坚持不住了 半小时后 放羊的大叔已经跟随足迹找到了男孩 在先将十分害怕的妮诺控制住之后 他开始给男孩喂水 可由于太过虚弱 妮诺没喝多少水便晕了过去 看着突然昏迷的男孩 大叔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 但他知道自己不能让男孩 在荒漠里自生自灭 在将妮诺带回自己的营地之后 大叔开始照料陷入昏迷的男孩 并且他发现妮诺 时常会在噩梦中说出梦话 而此时的公头 由于一直找不到妮诺 他已经重新盯上了附近的一户人家 公头希望这里的女主人 把她已经过世姐姐的儿子送给自己 只要这样自己 便会把妮诺一家空出来的工作交给她 但是女主人并不会像妮诺的父母一样软弱 他告诉公头 镜头一转 在经过了一整天的休整过后 妮诺已经重新清醒了过来 他虽然很害怕 但看着递给自己食物的大叔 妮诺顾不上那么多 在填饱了肚子之后 他立刻查看了包里的金鸟 在发现没有人动过自己的背包之后 妮诺确定这个大叔还算是个好人 而大叔看着已经恢复过来的男孩 他便拆掉了营地 由于把水都给了妮诺 牲口们没有水喝了 所以大叔准备去前方的水井打水 而无处可去的妮诺 则暂时跟大叔一起行动 在路上 看着被太阳晒蒙的男孩 大叔把自己的头巾 系在了妮诺的头上 并且告诉男孩 自己可以把食物分给他 可妮诺却说他可以花钱买 而大叔则问着他钱从哪来的 妮诺当然不会说实话 但大叔这时候则很认真的告诉他 在得知男孩想要走着进城之后 大叔便决定教会妮诺如何在野外生存 然后再将他送进城里 虽然大叔本来是想去到荒漠 更深处的姐姐家里 但这可怜的男孩改变了他的计划 可此时公投的两名手下 已经发现了大叔和妮诺的踪迹 等到大叔带着男孩再次出发 他把匕首还给了妮诺 并且他教着男孩如何改养 没异会的功夫 两人便找到了水井 在大叔去到井下确认了这里有水源之后 他让妮诺把水桶递下来 紧接着两人便在这里扎营进行休整 而经过了这几天的接触 妮诺已经完全信任了大叔 在篝火旁 他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了大叔 妮诺还告诉了大叔公投是如何伤害的自己 所以他告诉大叔进城是为了挣大钱 在挣大钱之后 听着男孩的经历 大叔告诉他 到了第二天一早 昨晚睡得很好的妮诺起床上了个厕所 可他完全不知道此时公投的两个手下 已经在猎犬的帮助下来到了水井附近 等到大叔睡醒 妮诺给他做了一碗汤饭 在和狗子分完了饭之后 两人本打算离开这里 可狗子这时却突然开始乱叫 而当大叔看着不远处朝这里赶来的身影 他立刻让妮诺躲进水井里 自己则准备应付两人 但当公投的手下来到大叔的身旁 他认出了其中一人曾是自己的战役 可现在内战早就结束了 曾经的战友现在也站在了不同的立场之上 就在大叔告诉两人自己没见过什么男孩的时候 两人的猎犬已经发现了妮诺早上上厕所时留下的痕迹 还没等大叔做出解释 战友立刻将他打倒在地 但是大叔始终没有说出妮诺的下落 战友看着他如此坚定 他们便用大叔养的羊来威胁 只要大叔每30秒不说出男孩的下落 他们就会杀掉一头羊扔进井里 而当水井下的妮诺看着一头头被扔进来的小羊 他痛苦地闭上眼 可战友这时却换来了大叔的狗 等到妮诺看到被扔下水井的狗子 他愤怒地开始向井上爬去 但此时的战友已经把大叔绑在了马后六弯 就当大叔看到了躲在石头后的妮诺 他用眼神告诉男孩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可这时的大叔已经开始被拖起 不过妮诺他看到了两人的步枪 几分钟后 已经狼狗的手下把刀架在了大叔的脖子上 他们必须要完成公投的任务 而看着脖子上的刀子 大叔他只能说出了妮诺的下落 尼诺十分冷静 他不仅击倒了想要攻击自己的猎犬 尼诺他甚至敢和举枪的男人对峙 可这时的白发老头很无奈 被夹在中间的他拼命想要双方保持冷静 但结果确实 随着意外发生 被尼诺击中的男人打死了他的同伴 而这时的大叔已经接过步枪 在他的控制下 大叔赶走了自己的这位战友 可是大叔被伤得很重 但他还是把白发老头的尸体进行了安葬 并且他告诉尼诺 等到两人简单地举行完仪式 大叔和尼诺继续上路 可大叔身上的伤很重 他只能在马背上坚持着前景 在找到一处地点暂时扎营之后 由于没水了 他只能让尼诺明天自己独自一人去前面的水井打水 不管如何 尼诺都必须要坚持 与此同时 那个逃走的手下找到了公投 他诉说了发生的一切 几人便准备明天一早动身出发 等到天亮 尼诺独自一人找到了水井 他在这里打到了水源 可正是一个失去双腿的男人却突然出现 面对男人的询问 尼诺谎称自己的父亲哥哥就在不远处抖着自己 而这个可怜的男人却说自己的哥哥把他扔在了这里 他已经独自在这生活了好几年了 由于平常见不到人 男人便热情招待了尼诺 并且表示他愿意赠送一些食物给尼诺和他的家人 可就在尼诺准备去柜子里拿食物的时候 他这才发现这里的食物都已经变成 等到尼诺想要离开 男人已经把他锁在了屋里 但他并没有惊慌 尼诺立刻用匕首打开屋门 只不过他在逃脱的时候划伤了手腕 等到尼诺走出房子 他看着想要偷走鱼的男人 尼诺立刻上前用石头将他打倒 可当他看着可怜的男人正在卖惨的时候 尼诺放松了警惕 在打晕了男人之后 他带着驴和水回到了营底 当尼诺把发生的一切告诉大叔 大叔给他简单处理了一下伤口 但是这时工头已经带人来到了那口水井的旁边 他们发现了已经苏醒的残疾男人 就在工头得知尼诺曾经来过这里之后 失去利用价值的男人丧失了活下去的机会 又过了一天 已经稍微恢复过来的大叔决定带尼诺回去 他认为如果那个男人还活着 那他们就不能让他在那里等死 大叔要帮助他 可当他们回到水井旁 大叔在水井里发现了已经失去生命的可怜男人 在将他妥善安葬之后 大叔带着尼诺来到了自己的住址 他让尼诺按着铁路的方向前进 在不远处他会遇到一个小屋 那里有大叔靠谱的朋友 他会帮助尼诺在城里找一份工作 而大叔则准备留下阻拦工头 他知道工头会来追踪尼诺 所以他要留下 可就在尼诺马上就要离开的时候 工头已经带人来到了这里 看着前后都有敌人 大叔立刻让尼诺先进到屋子里 在对峙中 他告诉人渣工头 一瞬间枪战开始 大叔凭借着几次参加过战争的经验 他很快便分别击毙了工头的手下 可是就在他找到已经躲藏起来的尼诺之后 工头身后的一枪将大叔击落 尼诺被抓了 但就在可怜的男孩即将回到魔爪的时候 他掏出了匕首控制住工头 可就在尼诺下定了决心准备动手的时候 中枪的大叔靠着最后一口气找到了尼诺 他让孩子住手 紧接着他将工头推下车 大叔用拐杖勾住那人扎的脖子 在将工头的手枪夺下之后 他让尼诺转过头 而就在下一秒 大叔徒手扭断了工头的脖子 可此时的大叔已经耗尽了最后一口气 他坚持不住 即便尼诺拼命的祈求 但这都只是徒劳 在大叔最后的时刻 他告诉尼诺 你中国离不入乎好 不保证化 你都没有人 不忘的 在等你 当你我曾经 何收事情 当你人 何有多人 何神之所 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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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即他便失去了呼吸 就这样在尼诺的注视下离开了 而在这时 尼诺他抓起了一把沙子 像大叔教自己的那样 把沙子散落在他的身上 随着此时的天空中出现了闪电 那个被伤害的孩子 已经收拾好了所有行李 他带着羊群离开了这里 而在尼诺的身后 三座坟墓加上大叔 正在注视着这个孩子逐渐远去